那這部車我們的收購價格是收在200 OK 各位我們今天要去買2022年 幹 沒信用名牌耶 我們剛上車 我們剛上車 現在觀眾都很嚴格 連那個方向燈只有打300都會被檢舉 我們要去買2022年的GLC 200 Coupe 這個車也是暢銷車 我們去之前稍微做一下功課 新車售價是267萬 那權威的那個書上是230 這個車 我們待會看一下車子 說真的你覺得孤車 到底是要開好車去還是開爛車去 還是沒有差 其實開一般車去 讓人家覺得你沒有賺 開好車去人家會覺得你賺很多 那開爛車去別人又覺得 你是不是怕沒有能力跟我買 OK 我們現在開的2005年的Vios 要去買GLC 200 Coupe 有買到再跟你們講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簽完約了 我要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剛買到的 2022年1月生產3月領牌的GLC 200 Coupe 給你們看一下 哇 超新的 最新款的 帶你們檢查一下這個車 你看 最新款的滿天新高亮黑水箱護照 還有新款的LED頭燈 哇 這個車 說真的各位 2022年的車 以現在來說 你現在訂車應該要到半年吧 之前缺車要到八個月才有 所以現在這個車還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車 然後GLC 200 不過GLC 200 你稍微電腦寫一寫 尬解啊 變300 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外觀的部分先尋一圈 先尋一圈 那其實我剛剛已經 大概有尋過這個車了 有尋過這個車了 我們先看一下它內裝空間的部分 來 一打開 首先沒有柏林之音 我跟各位講 現在因為缺晶片的關係 不論是賓士寶石姐 他們都取消音響選配 寶石姐不能選BOSE 那賓士已經不能選柏林之音了 有以前不能選 不過要加選配 可以找我 可以幫你加回去 就是外改來 外面可以加回去 基本上這2022的車 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舊程度 有沒有 哇 有新 這個車還沒有做美容 就是我們剛買回來 所以趕快先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最美容那個一定會拿掉 有沒有 都還沒有拿掉 就是原來的那個宗教信仰的東西 掛在車上 我們看一下座尾的部分 只開半年的GLC200 你看哇 這個 新舊程度 電容式方向盤 然後呢 現在已經不看這個按鈕了 現在所有的按鍵 都整合在電容式方向盤上 所以要看這裡 那里程數是14,337公里 然後整個中控台這個鋼琴烤漆 都沒有刮傷 有一點點的 好像也還好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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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傷 然後最厲害的是各位 你看這個 跟我一樣 我使用新的東西 這個東西都不會馬上去撕掉 踢上去這種新的感覺 對了 這個車 它的選配 液晶儀錶板也是選配 但是因為它的主機已經到最高階 所以自己在原廠選配大概要4萬1 那外改的大概在2-3萬就可以改起來了 所以是還好啦 因為它主機最新的 所以改起來很方便很快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保養的紀錄 下次保養是2022 7月25號 2022號 總代理的車子 你看連這個都還沒撕有沒有 哇 等一下再告訴你買多少錢 我們看一下後座空間的部分 一打開 沒有新車位 當別人問你說 老闆這個車那麼新手 沒有新車位 人家說 甲犬有味道會影響身體 不要買 這個都銷上完了 教你們走賣車 就這樣 後座冷氣出風口 也是變成鋼琴烤漆的 變黑了 以前是高亮椅 變黑色的 有點變化 那它這個車沒有AMG套件 可是它的頂篷呢 其實也蠻運動化 已經變成黑頂篷 然後 我跟你講各位 2022年這個車 來說 它的差別差在它的外觀 已經升級成新的燈之外 它的有一些本來是標配的東西 變成選配 比如說 23P變選配 360度環景變選配 然後呢 還有環景的部分也變選配 好我們看一下尾箱空間的部分 OK也是有64里面分離行島 這個稍微檢查一下 做動有沒有正常 下面的空間看一下 大致上都沒問題 全車元氣原版件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買到的正2022年 我剛看一下網路上 網路上現在還沒有這個車 太新了 沒有人在賣2022年的GLC200 Coupe 我覺得不會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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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還是會試一下 我們上車先打D檔 然後N檔 R檔 看一下變速箱的作動 看一下環景跟倒車影像有沒有作動 如果都有它就可以走了 這個車為什麼要拍起來給你們看 我覺得很扯耶 現在隨著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景氣的關係 反正我越來越多 越容易買到這種只開幾千公里的車 你看前幾天買那個KONA 開4千公里 3千8百公里 然後這個GLC開半年 就賣掉了 反正好多這個車都是開那種很少 還有開幾百的 我停下來講好了 沒辦法邊拍邊講話 分析一下這台車 這台車是正2022年1月生產 3月掛牌的GLC200 Coupe 那新車售價台灣總代理 目前是定價定267萬 那你現在買車的折扣是2% 現在就是2% 因為這種熱門車 不太可能再多了 就是2% 然後等車大概要等到 有人說半年 有人說八個月 也有人說三個月 不一定很難講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業務是自己私下有訂車 自己訂車來賣 所以你沒辦法抓得準 那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 去排單去訂車 從你訂到哪 應該也要半年 以現在來講要半年 那這個車 新車是267萬 然後你打兩折 那是多少錢 算一下 261萬 然後你可能還要加一些 什麼隔熱子 什麼小東西有的沒的 用到可能辦到晚 你要260 抓262啦 加個1萬塊 262萬 那這部車我們的收購價格 是收在234萬 234萬 234萬其實很誇張很高 很敢買了 因為收的行情 現在權威大概是230 所以等於你已經超越這個行情在買 大家也知道 我是做網路 所以我們管銷比較少 我敢買比較高 我們都買比較高 那賣也不用賣高 就正常賣 可能比正常賣再便宜一點 我也覺得OK 因為我們管銷要少 我們不開在大陸邊 我們開在行阿萊 只有行阿萊才知道我們公司 200萬在賣車的利潤 你至少要賺100%就是20萬 可是你不可能賣得跟新車一樣價格吧 甚至超越新車了 如果這樣加10%是不得了 以現在的行情 我覺得開價會大概開在245萬附近 245萬附近 以開價來說 大概跟新車會差個67萬這樣子 這個車只開了半年 則16萬 來賣給下一個消費者 那下一個消費者就說你不用等 你可以馬上拿到車 然後但是又可以有一點 像是折扣折就這樣 一定很多人會覺得說 要落地不打90 重點是90買不到 這個車以現在的行情就是這樣 是一個本多利少的車 覺得這個車就是說 適合那種 不想等 又想要買很新的車的人 然後又想要保固 對說到保固 我跟你講這個車是 原廠三年 不限里程保固 三年不限里程很屌欸 我剛剛聽到這個 我說三年不限里程 然後它是三月領牌 那現在是十月 所以真的是開半年 也就是說你還有兩年半的時間 你就狂開 你就拿去當營業車 拿去送貨 反正不限里程嘛 你就挑戰賓市 你就開他媽的 開個三十萬公里好了 三年開三十萬 看會不會壞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車其實很難壞 因為賓市的品質 到現在已經蠻穩定的 說真的這個也難賺欸 你看 234萬 開244 人家來談一談 我真的不騙你 然後你要扣款 你現在根本沒賺什麼錢 很利寶的一個產品 但是 因為這個車很漂亮 我覺得 還是會有人在等這個車 最後 對最後 光上一下小弟的完命避震器 假如你有氣壓避震器的需求 記得找完命避震器 好不好 看下方的選單 那如果你有買車賣車需求 也可以看我們下面的連結 OK 如果喜歡的頻道呢 記得追蹤的分享 掰掰